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我们今天到了这个石定石仙府的 柳海禅师庙 那今天老师来带大家来看看 传说中最厉害的财神之一 柳海禅师的庙 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带大家来看看喔 这次来到的地方是位于新北市石定区的 石定元宝山仙石府 石石府是台湾少见祖寺刘海禅师的财神庙 介于西元1995年 在2001年遇上那立峰灾后重建 府内有着台湾最大的金禅厨王 超过30尺高的巨石 因为貌似三角禅厨而闻名 今天到了石定的这个八卦禅厨 那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不能拍摄的 但是我们有跟这个庙方有沟通过 他是允许老师去做这个拍摄的动作 要先跟大家讲喔 所以如果你自己来的话 是不能随便拍摄 一定要有经过庙方同意 好不好 那先生你知道的这个是谁吗 这个是韩信爷 哎呦,你有看到名字对不对 你知道韩信爷是做什么的吗 不知道耶 韩信爷 以前帮刘邦打天下的那一个超级军师 韩信 那为什么会上面有人说他去赌仙台秘笔 你知道吗 他刚刚就有大运天下的秘笔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据说既买跑啊 这些东西是要发明的 也就是很多赌博工具都要发明的 所以他可以说是现代赌神 所以偏台之神可以说就是 所以很多赌博业的啊 一些可能做麻将馆的朋友 都应该要拜韩信爷 因为他转管了仙下的仙台 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主要 当然韩信爷很重要 但是其实我们是到这个刘海蚕丝庙 你知道刘海蚕是谁吗 嗯 好 那你知道三角蚕蚕吗 哦 三角蚕蚕 刘海蚕就是三角蚕蚕 这个最会摇财神兽之一的主人 他其实是以哈里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财神爷 但是因为非常多人不了解 原来三角蚕蚕跟这个刘海蚕 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关联 他其实是主人的关心 就是他的神兽 你懂我对吗 就是做起的意思 那今天我们来 大家来看一下说 我们全排湾 这是以刘海蚕丝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实践 我们来大家来一探究竟 有很多很厉害的拜拜 发财的方法 一定要看下去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 好不好 来跟大家走吧 Go 公主曾先生说 因民国九十年 纳粒风灾引爆土石流 冲回他家的主簇 他在重整家园时 赫然发现有三座巨石 其中最大者 外形及四三角金城桌 另外两座分别为 文殊菩萨的座旗金师王 以及普贤菩萨的座旗金像王 这三颗巨大灵石 是在纳粒风灾后 由山上土石流所冲刷下来的 当时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 正想把这块地卖掉时 她忽然想起了父亲遗忘的教诲 无论如何都不要编卖祖 曾公主也就把这块祖产留了下来 正好有认识的师傅 知道了她的状况 指导她应该要盖一座庙 来供奉这三颗具有特殊灵性的巨石 这也就是仙石府的由来 这边啊我们第一个遇到就是 山神土地公公 大家有没有发现是 山神土地公公的炉是方形的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金炉是圆的 那为什么土神山神的炉 大多数会是方的 因为天圆地方 他是地方之神 所以一般正统的话 炉都会给他用很方形的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进来大家先跟土地公 先打一声招呼 土地公公好 好 请保佑我发财 好 走 阿薛南你看见没有 你知道这些大的石头啊 其实都是神兽你知道吗 但是之前原本有大台风 然后这间庙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这个地方 一般庙都在屏地都盖上来 对不对 这间庙是在山的 山洞里面 所以它里面这些石柱啊 都是从地底面拉出来的 我有问了这个公主 公主是告诉我说 它这东西就是用它在挖的时候 挖出来的 而且很神奇的是 当时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属于要亲属的东西 但是这个挖脚积具要挖的时候 对不对 全部都当地 没办法挖 那你觉得这一个石像像什么 像 大象吧 有没有看到一个像 哦 它其实据传说它就是 弗贤菩萨的坐起金像 所以它这个地方是非常神奇的地方 它只为有刘海坎之在这边坐镇以外 它还有 谱贤菩萨的金像在这里坐起 如果来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多参拜它一下 因为是一个非常神圣殊胜的一个东西 来我们继续往上看哦 然后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 它看到的金星狮 狮子王 你说到狮子王就想到了这 有呢 就是文猪菩萨的坐起啊 哦 不然你会想到泰山吗 我也有看到 这也是非常特别 它这个地基最特别的地方 你看它挖出来的东西 都像一个神兽 它这个特别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这边有什么 有没有看到 很像一个鼻头 狮子头有没有看到 超级像的 这是一个狮子头 所以它是文猪菩萨的坐起 所以根据公主跟我分享 最神奇的地方是 它非常会长这个金狮毛 它其实有点像是青苔 但是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 公主他一开始觉得不好看 把它青苔 可以开始在长 但它一直长啊 就跟皮肤的毛一样 对 它就只长这样 不多也不少 非常的神奇 就基本上在我们心中 都是属于一种祥瑞之兆 你知道吗 所以它这个地方已经有了 象王 狮王 那接下来 肯定还会有 蚕蚱王啊 来我们等一下带大家来看一下蚕蚱王 走 来了 这个地方啊 会称之为八卦蚱蚱穴 为什么会相信 刘海蚕蚱是在这边 其实就是靠这只 超级大蚕蚱王 那有没有看到 超级像蚕蚱王 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它除了这边像蚕蚱 这边有个蚕蚱的眼睛 有没有看到 这外面有没有给大家 很像一只蚕蚱 天然的 以外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有个铁门 铁门 为什么坐那么高 为什么 所以我原本问公主说 为什么坐那么高 她说原本她的门啊 就坐在红色那个地方 后面有一天呢 蚕蚱王跟他们显人说 他想出去走走 门太小了出不去 所以蚕蚱呢 就把门就是往上拉了 做得很高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样才可以方便 而且他更神奇的是 还有一个传说故事 就是据说蚕蚱喜欢喝水 但是呢 他们实在没有办法 弄水给蚕蚱 因为怎么喝都很奇怪 对 于是呢 他们就设计一个八卦的一个天井 这个天井呢 有多神奇你知道吗 它是一个天然的井洞 不管风吹日晒雨打 突然下大台风下来喔 它的水都是缓缓下来 都不会湿里滑的下来 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零三妙卷 对 那先讲一下 老师没有业配 老师真的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来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讲到他算是业配 我们没有了 我们是真心来推荐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有来这个地方的话 一定要记得来看一下这些特殊的景色 不管是狮王 像王还是蚕蚱王 这个蚕蚱王真的是非常特别 而且据说他在挖的过程中 对不对 是显胜 显胜说 他说其实这地方 有点像是那个冰山一角 他其实下面到底有多大 不知道 我们刚才上来已经看见很大 对不对 对 但是他说这可能只有三分之明都出来了 所以这可能整个山头 都是这个蚕蚱王 非常的厉害 来 我们接下来带你去看看他们的主人 刘海蚕蚱 好不好 走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刘海蚕蚱 你有看到他左边 一个是文珠菩萨 一个是普贤菩萨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三个做起的主人 我用主人来听 神兽的主人 帅对不对 那他自己本身的话 这个地方 因为据说就是三位的菩萨指定在这个地方 建出这间庙来服务世人 而且 这地方最特别的地方 是他里面还有一个蚕蚱蚱 这蚕蚱蚱本身里面 还有一个井 也据说常常会有盘厨在里面出没 他没有洞 他怎么来跟出去真的不知道 很神奇 就是一个井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跟消失 是真的蚕蚱蚱吗 是真的蚕蚱蚱 对 赵方有提供我们一些照片 证实一个蛮神奇的传说 他觉得最神奇的传说 就是 据说当时啊 有人就拍了蚕蚱蚱 因为这边是三只脚蚱蚱 对 他拍了一个四只脚 对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不是三只脚蚱蚱吗 他变成这张照片拍出来 竟然变成三只脚 很神奇 就是一个显灵的照片 所以大家也可以给大家看看 但我们这时候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 瘤海蚕蚕 瘤海蚕蚕蚕啊 它其實在我們道教中 也算是一個百種之類的 它最有名的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神獸 比主人還要有名 但是大家一定要很了解這件事情 如果你拜這個三角蚕蜀 一定要認識瘤海蚕蚕蚕 他們有一個傳說說法就是 希望三角蚕蚕蚕快速替你招才 你就要講瘤海蚕蚕蚕 瘤海蚕蚕蚕 對 道之後呢 因為神獸聽到老大來 主人啊會很開心 他就會把它咬到的蚕蚕放掉在你這邊 因為很多人就是大家都知道說 早上的時候把這個蚕蚕出去咬起來 晚上轉回來 對 轉回來的時候你在講瘤海蚕蚕蚕蚕 他就把錢放掉 蚕蚕蚕蚕就會快速進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整個ュデ大 Roc 財神爺瘤海蚕蚕 又称柳海禅 海禅祖师 修行得到后 时常画作不同的装扮形态 尤其画作可爱童子模样 在民间助人开运 赐财 济世 行善 后又收服旺财神兽金蚕除 传说仙人柳海收服了千年的金蚕除 才发现金蚕有着能土钱 招财富等不可思议的聚财 聚服能力 而且不管柳海走到哪 去到哪 就把钱财撒到哪 如此救济求人的典故传说 就在民间有着佳话 刘海细经蚕 一步一土前之说 而仙师傅的刘海财神 无论你是要拜正财或是偏财 都是相当灵验的 来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尊 就是最原始的刘海禅师大大 就在这个地方 而他们称之为这个地方为偏财洞 就是你如果要求偏财 就要来这边求 而且我特别请教这个公主 如何求偏财 有没有很心动 来来来 保证看这一集 一定勿操走 来我告诉你 他说求偏财的时候 你要先来请示刘海财神 你身上目前没有这个财库 对 先要问他我有没有这个财库 而且要问你在几月的时候有 他先帮你查 你知道有些人就可能 1月赚钱 2月可能没有赚钱 3月4月以此类推 所以你必须要更了解你自己本身里面有这个财库 然后再去做这个补财库的动作 但为什么我们要补财库你知道吗 补财库就有点像是这个 划虚为实 请财是我们把这无形的签材给他 把它划成有形的存在我们俗称的 你别想象中财库是我们的银行户头 有了这之后呢 你必须要把他提出来 所以如果你这个 虚的没有呢 你户头没有钱就提不到钱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补财的动作 你才不然把这钱打出来 所以教大家一下 如果你要偏财的话 你一定要先请示神 我也没有办法拿到 不然的话呢 补了效果也不太好 好不好 听了这么多的介绍 没有觉得刘海禅师超厉害的 真的 很厉害喔 原来除了五入财神以外 竟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只大神在这边 所以大家接下来要过年的时候啊 对不对 都可以来这边过过孕 这个跟韩信的球球啊 打打牌 小赌遗情 不要大赌 但也可以来给刘海禅师看一下 过过孕 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求个金铲回去 帮你开开孕喔 是真的很不错的 这边老师特别推荐给大家 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喔 那今天这一集啊 老师就就到这边为止了喔 那有喜欢的朋友 也要帮老师订阅按赞 以及分享喔 拜拜 本片拍摄与播出 已经过 妙方同意小玉老师 在石定元宝山 鲜石府 担任任何职务 及无商业合作行为 若有需要本片介绍之 妙方参拜与服务 请直接诈询 该妙服务窗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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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